各位媒体记者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空军空降兵母部模范空降兵连黄继光班第39任班长赵宁宁 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 我想讲一讲我们黄继光班几任老班长的故事 我们第一任班长是家喻户晓的特级英雄黄继光 1952年10月20日 在抗美安朝上甘岭战役中 老班长黄继光在身体多处负伤 但要用尽的情况下 毅然用自己的胸膛堵住敌人疯狂射击的枪口 用生命为后续部队开辟前进的道路 战后志愿军总部为黄继光老班长追记特等功 追授特级英雄称号 黄继光老班长也是志愿军仅有两名特级英雄之一 第二任班长吕木祥 也是一位黄继光式的英雄 1952年10月30日 也就是在黄继光老班长牺牲十天后 大反击的命令下来了 当时我们连的主要任务就是夺战597.9高地主峰 在反击敌人中心火力点时 身上已四处负伤的吕木祥再次负伤倒地 爬起来后又扑向敌人 他先后两次把手榴弹扔进敌人火力点 但狡猾的敌人都把它扔了出来 关键时刻 他依然拔开手榴弹拉环 连同手榴弹一起滚进敌人火力点 与敌人同归一尽 连续两任班长的壮烈牺牲 自此为我们这个战斗的班级 注入了英勇顽强 不怕牺牲的血脉基因